我国语球好手戴姿赢 这个礼拜要参加印尼语球公开赛 但他也不忘兼顾课业 早在6月9号出发前 已经完成了博士论文口试 顺利取得了台北市立大学 竞技运动训练研究所的博士学位 也提前穿上了学士服完成剥碎仪式 还获班特别贡献奖 小戴也不忘勉励学弟妹 无论训练多么辛苦 课业绝对不能放弃 由前校长戴霞玲 亲手完成博碎仪式 我国语球天后戴姿赢 在这个月9号完成博士论文口试审查 顺利取得博士学位 还获班特别贡献奖 运动固然很辛苦 课业也绝对不可以放弃 在增长知识的同时 对你的运动生涯 也会有相对的帮助 当你遇到困难时 可以哭 可以难过 但绝对不可以放弃 因为台北市立大学 竞技运动训练研究所的毕业典礼 刚好碰上印尼语球公开赛 小戴因此趁着出发到印尼前 就通过论文口试 提前穿上博士服 完成博碎仪式 他说不论再怎么困难 都要拿到学位 因为他2018年 从硕士班毕业后 就决定攻读博士 如今完成梦想 跟他感情非常好的姐姐 也在今年1月拿到博士选位 算是旅程吧 虽然没有办法真的到 就是学校生活 但是如果说可以 藉由老师这样拿上课 他也可以感受一下 就是大家在求学的这条路上 那当然他自己 也是运用了比赛 空闲的时间 然后去想这些东西 所以也是不太容易 小戴的努力家人都看在眼里 毕竟他常年在国外比赛 都是靠着线上 视讯教学完成学业 如今又有了博士身份 让粉丝们直呼 小戴不但会打球 也很会念书 记者最后报道